你从十五岁就开始喜欢我了 徐玉也是因为我 马总 竹马与青梅 爱从年少到白首 在一个山明水秀的小镇 住着一对相亲相爱的邻居 他们约定好 如果将来有了孩子 如果是同性 就结为兄弟姐妹 如果是异性 就结为夫妻 谁能想到 这样一句茶余饭后的玩笑 竟在三十年后落地开花 不经历风雨 又怎能见彩虹 于是他们迎来了第一轮的考验 男孩儿比女孩儿整整晚出生了六年 云 七年 七年 就这样 女孩儿成了男孩儿最依赖的人 成了她的整个童年 她们一起经历了无数的第一次 女孩儿二练上了学校的篮球队队长 男孩儿便苦练篮球 不但技术一流 而且把个子生生拔到了一米八七 没那么高 因为女孩儿喜欢美食 男孩儿就买了一大堆的食谱 在家苦练厨艺 看你上次是不是差点把你家给烧了 我跟你说 幸亏消防员来得早 因为女孩儿沉迷于偶像周杰伦 她说 音乐是有魔力的 无论是悲伤还是欢乐 都能让她感觉到非常地幸福 所以男孩儿就立志要成为一名 优秀的音乐创作人 成为她的偶像 给她最美的幸福 到了法国 男孩儿开启了全新的生活 有了无数的追求者 年轻漂亮 却始终没有一个能够走进她的心 不管对方付出多少 完全视而不见啊 没办法 有些人说不上是哪里好 但是 谁都代替不了 我寻寻觅觅 只为在茫茫人海中与你相遇 但很多时候 那个人是不需要你来寻觅 他就在你的身边 只需要你看见他而已 很幸运 很幸运 这个女孩儿 她看到了 一生只爱一个人 是多少人的梦想 又有多少人觉得 这是个笑话呀 可是她做到了 任何天降都敌不过青梅竹马 从前一起长霸 往后一起变老 只要真的爱 足够爱 请看 同款的专属情人 你值得拥有 我呀 后边我加了一点自己的小感觉 不是 你们怎么没一个感动呢 你从十五岁就开始喜欢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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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音乐也是因为我 那这些连你都不知道啊 那你们怎么知道的 素材提供 姚丹 曹灵 汽南客 李田 整理并撰写 李田